应急储运企业3154家 目前我们的稻谷小麦的库存量能够满足一年以上的市场消费 不少城市成品粮也就是面粉大米 他们的市场供应能力都在30天以上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物资供应非常重要 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 从粮食到医疗物资的供应情况稳定 目前我省境内的粮油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市民的米袋子有保障 早上9点在位于南海的广东金珠三角粮油物流中心铁路专用线上 工人正忙着往车厢内装货 成堆成片的袋装大米面粉压满仓库 据介绍这里每天运输中转粮油超过3000吨 辐射广州佛山赵庆等地区 珠三角六成以上的粮食都在这里中转 平均下来大概七八十吨左右 然后运输方式的话有气运直达的 有花火车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它那个物流左右是很大的 基本上没有停摆过 影响很小 此外该物流中心负责人表示 目前辖区内9家日加工能力100吨的米液加工厂 和360多个交易商铺已经全部开档复工 恢复正常经营 虽然和往年同期比火车到达量有所下降 但汽车运输增加 供需基本平衡 其中粮食加工企业保有三四个月原粮的储备 加工原粮充足 粮食供销稳定 在惠州市 当地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惠州生猪出厂价格和猪肉零售价格均连续七周下降 蔬菜价格也有所回落 食材价格的下调 让老百姓餐桌上的压力变小 比商业便宜了一块钱 进口价 进口价对 相对过年现在便宜了三块钱 随着口罩生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珠海市内口罩一罩难求的情况有所好转 在珠海市井岸城区一家大型连锁药店 50只一包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销售价为110元 三个一包的儿童N95口罩销售价为12元 药店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店里的口罩及体温计额温枪等都备货充足 据了解 目前珠海市口罩生产企业已达到约40家 日产口罩450万只以上 安心很多 起码都不用那么怕我没口罩戴 基本上一周能够有两到三万的口罩投放到市场上的 大型的连锁现在基本上都是有货的 然后还有我们部分的单体药店都是可以买得到口罩 我们区也有好几家企业在进行转产口罩 所以市面上口罩的一个投放量会越来越多 各位市民也是可以放心的去采购 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国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 广东各地多挫并举 克服疫情影响聚焦目标任务压实帮扶负责任 力争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和园市和平县长塘镇苏光村 在帮扶单位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支持下 依靠科技发展特色重养业 建立了长效脱贫机制 去年底 苏光村的22户贫困户已经全部脱贫 2017年 中成光在赵庆四会市石狗镇扶贫办的帮助下 种植了20亩砂糖菊 本来怕望着丰收后有个好销路 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砂糖菊出现了滞销 一筹莫展之际 石狗镇机关党员志愿者主动联系上他 采取代售加代送的方式 1500斤砂糖菊在短短三小时内全部售罄 四会市石狗镇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 密切关注贫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在走防过程中又发现了我们隔江村的 中丙超的蜜糖也出现这种情况 经过我们这个代销交代送的形式 就帮助中丙超的蜜糖 原先是200斤的 现在卖剩剩下几十斤了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100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5万例 而且近一个月来 多国的疫情形势全面告急 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